在足协备的首回合照亮中,北京国安在主场优势,夏威能拿下山东鲁能,而且主场被鲁能打进一个客场进球,从而埋下了失贯的导火索。 除此之外,北京国安和新外援大将奥古斯托在客场对阵鲁能,是否可以上场已经成疑,而外界大多数人不看好,奥古斯托自回合能上场作战,即便是上场比赛,也可能发挥不出平时犀利的状态,因为首回合的较量中,奥古斯托就有伤未完全伤愈。 众所周知,在11月份中旬,结束中朝联赛后,奥古斯托并没有休假,而是满步停蹄地前往国家队报大会合。 在首场热胜赛对阵乌拉圭的比赛中,由于双方对抗力非常激烈,奥古斯托大腿阿伤,被主帅蒂特立马换了下场,随后第二场热胜赛对阵喀麦龙就已经完全没有出场了。 结束国家队赛事后,奥古斯托虽然进行了短暂几天休息,但是其实并没有完全恢复,足协班首回合又马不停蹄地首发出场,从北京国安全队整体表现就可以看出,奥古斯托的状态并不好是一个缩影。 如果测回合,国安失去奥古斯托,那么国安前场攻击将大大折扣,同时后中前三位置的灵活性,也将受到一定的缺失。 由此一来,如果鲁能在自己魔鬼主场优势下,抓住国安这一点,把手上减少了奥古斯托带来的冲击,那么前场进攻将更多有优势。 而另外一方面,即便奥古斯托出场,或许也达不到最佳状态,所以说,鲁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足协杯冠军,或真的可以提前官宣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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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